臉書現在不只是 交好友跟聊天的工具 有可能是借錢的依據 因為美國拋出了一個觀念 就是說在民眾填完 信用貸款的單子之後 一樣在拿到申請表之後 除了調閱你的信用狀況之外 他還會調閱你 臉書好友的信用狀況 如果有破產跑路 或是有信用問題的話 縱使你的信用再好 都借不到錢 這樣合理嗎 不合理 為什麼 因為是我朋友信用破產 跟我有什麼關係 從網絡的信用狀況 來反映個人的信用狀況嗎 我覺得這樣是一個 可取的辦法 朋友很多不會影響 你還不還年的狀況吧 我覺得 民眾看法不一 但財經專家直言 貸款真心的概念 在台灣不可行 因為銀行界點考量 只有在乎個人信用 用途規劃 以及薪資的還款能力 跟朋友的信用 完全沒反省 我覺得銀行方面 也不太可能 就是隨隨便便的 利用第三方的資訊 來去做他們願意借款 一定會特別小心 可能就不用了 他要這樣吊塔的話 我可能就不會用 那家銀行的東西了吧 臉書的好友圈 能否反映個人信用 沒有標準答案 畢竟臉書的數據可以隱藏 真心貸款有很大的疑慮 加上臉書的經營 還有各自法 以及貸款歧視等問題 談錢傷感情 如果在商友情 誰也不樂見 記者張周如 賴四豪台北藏波刀 好